HELLO 各位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3月19日 今天是星期六 今天又拍特輯 周末廢 什麼原因會拍的呢 就是因為昨天 美股美市大升 我們拜登的會面 其實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表現 出來的效果 可以解讀為壞 相對來說溫和一點 好 然後導致什麼呢 導致中概股 金融指數就飛升 夜期 其實很大部分 都是跟金融指數 所以你看金融指數 就等於看到夜期 看到夜期就知道 情緒是怎樣 昨天就一路升 四五隻之後就飆了 飆到下去六七隻 然後上到十隻 十隻之後又回到七隻幾 我是覺得這樣 昨天就飆了上去 上到我們二千二萬二 究竟會怎樣呢 星期一這樣才是高開的 但高開是否還保持有力呢 就要自己小心 這個我也不知道 因為他要夾 他要夾上去 但我想跟大家說 牛紅症街貨 紅症開得很密 但它很少 沒有什麼人敢買 反而牛症 那些人馬上上去 要小心 要小心回馬槍 但anyway今年也是好 好了 這條片主要是 說什麼呢 因為看到一些 古友跟我聊天 數一下苦 數一下苦是什麼呢 在今次這個升市裡面 我們這個大跌市 是星期一、二 星期三、四、五 都是星期二 五又不是啦 五是陽足 但又輸了一百點 但是呢 兩天裡面 已經是跌三千 但是跌兩千幾三千 升呢 又升了三四千 三千多 就好像內背地獄 就是反右人單 其實 當時我都說過 在星期 應該是上個禮拜 這個禮拜 和上個禮拜 都有說 是可以買的 大家都看到我是購物 我都在那個群裏 都列出了 我買些什麼 一路我們都會說 我們有什麼操作 都會說 像昨天 就算九百八百 哇 我彈上102 九百八 鬆一點的買 反手做了一隻紅眼 然後走的時候 都還撿到一點點 都沒事 都退回去 其實都是很驚慌的 那時候 在這裡說這個問題 究竟 應該就是在這些時間裡 要準備 當時可能還在兩萬點附近 我們已經買東西了 我都說了 其實 我都有一刻是害怕的 因為星期一 什麼事 為什麼突然之間 還要再跌一點 那麼多呢 就找不到原因 我前面的影片也有介紹過 但是我也是那個想法 都是這樣說 都是你要買 現在我在那個群裡面 都有 去說這件事 就應該要買 那麼 大家可能有個心態 就覺得 哎呀 看到他現在升回 都是我自己的心態不好 信念不好 我相信很多個估計 都會這樣想 特別是昨晚 看到他還升得這麼厲害 因為你前天 你會覺得 那股市不穩 是嗎 想著他會跌下來 然後在下面 我還有機會再鬧 大家都是這樣想的 但是 我一直在群裡 我每一天都在 每一天都在跟大家說 每一天你問我問題的時候 我都跟你說 如果你只有一手二不靈靈呢 那我就沒話說了 如果你不是的話 你不可以無貨 我經常講了幾次 回答了很多故事 你不可以無貨 你可以賣一些 你一定要有一手貨在這裡 不是去擠上去夾倉 你是完全沒有反應的 知道嗎 這是我有大出力 一直說的 好像2588 2588 知道我們拆一隻都 拆得不錯 2588 我都說了 你不可以完全無貨 你進去 這個位置進去 有壓力 但是你完全無貨 又不行 對吧 那你昨晚就看到了 進去給你一下 那這些 有沒有得解釋 技術分析有沒有得解釋 沒有 這個就是你的第一經驗 第二就是你的策略 就是你贏不盡 輸你也輸不完 就是你要這樣去想 這件事 我贏到這樣就可以了 就是你永遠我們做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副圖 經常講的 老鼠搬大米的概念 老鼠搬大米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永遠都是拿最安全的那些 我以前給你講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就是這樣的 有兩隻老鼠 一隻老鼠 他見到一包米 他很貪心的 老鼠是很小的 金像米很大包 金像米很大包 他想著 我一次過拖到他 我就拖他 拖 一拖 夠力 你就拉了他 誰知道 這包米 拍下來 摘死了你 那裡什麼都沒有 但另一隻老鼠 這隻老鼠 就聰明一點 他又見到這包金像米 整包米放在那裡 他在想 哇 如果我拿這包米的時候 如果大陸來這麼厲害 我會死 那他選擇了什麼 他就咬開個洞 一點一點的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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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這樣拿 那些米就慢慢軟 慢慢向下沉下去 永遠都摘不到它 他就可以吃掉那些米 他又安全 有數官大米 這個就是一個概念 就是你贏一小隻就 贏一些 我經常說兩三個 二三十個 二三十個 這樣就走 這個是符合人性的 就不是說 喂 巴菲特那隻 巴菲特那隻 是巴菲特那隻 是巴菲特那隻級數才行 你明白嗎 我們很多散戶 我也可以的 因為我已經打了個底 我就坐在那裡 但是我們散戶不行 你拿著他籌碼有限 所以我一直都說 因為我經歷過來的 是這樣去做 你就會累積到錢 我經常說贏錢 贏錢是一個結果 就是我要做到這個 但是致富是一個過程 他不停不停地做 你不停不停地藏福 贏錢這個結果 你才可以致富 那你一定要找一個系統 一個系統 是可以令到你 是work的 你是行得到的 你可以配合到你的性格 你看我寫很多這些 歸人性心態的 賣股票 人性心態 其實那些都是經過的 而我那些片段 往往都有很多共鳴 為什麼 因為這些真的是人性 你就是這樣 我也是這樣 他也是這樣 大家都是這樣 沒有什麼特別的 所以我也說 我遲些大叔寫一本書 是講這些 就是講 道制神態 技術那些我都不會寫 寫這些 寫一本退休的 寫兩樣的 這樣大家可以 可以理解到 其實人就是這樣 所以 這個不是你的信念 這是人性 你不是說 不是說你下下可以克服 所以我經常說 你不是說你下下都再創暴風 我去克服他 不是這樣的 我避開他 我不是不夠力的 你下下都叫我搬200K支鐵 我怎麼搬呢 搬不動的 那我就避開 我不吃這行飯 那我就用另一個方法 Feed 到我自己 你要明白 這個世界上 有很多種銀行 都有他的成立方法 有一個人 程式交易 設定好東西 做back test 設定好電腦 放在這裏 自己收錢 又是方法 是大事先動的 另外一種就是 可能做HFT 做High Financy High Financy Trade 那些 你又有這樣的技術 你又有這樣的理解 有的人做套凳 是可以賺錢的 有人炒波谷 有人看技術炒旗 個個都有的 你贏不完的 你明白嗎 你會不完的 我都覺得我自己會不完的 你如果是新的故友們 你根本是不完的 你是不需要去聽太多這些雜音 你看到那個人贏了很厲害 贏了三千多萬 他贏不了 他贏不了 你贏得 他也有付出 你做不到的 你沒有必要去選 去跟他 去怪自己 去做 你想想 有多少個 羅德華張學友 有多少個姜濤 有多少個陳廷偉 陳廷偉 都押了二十年 才可以 今天才由的士診 變成這個 十大小生 是不是 這個熱時流運到 你都不知道 都不能去計 所以你就自己 運一個自己 適合自己性格的方法 去做 就可以了 我記得我在做這段影片 我都說了一天 就是 我一直都是 我們在群裡面 都叫做 盡量安住大家 盡量給一個信心 去叫大家 喂 你這時候應該要買貨 就不要害怕了 我都說了一句 跌的時候 你覺得不敢買 你又很擔心 怕它會再跌 但是呢 到你升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自己買得少 而不自己 為什麼我那時候不做 我在這段影片之前 是講過不止一次的 對不對 這些叫做什麼 這些是盜仔心態 明白嗎 哪裡會有 贏了 你才買下去 然後就贏了 那個已經是結果 你看到的就是結果 政府經常說 以前的表現 不代表現在的表現 而這些也是人性 那你怎麼克服它呢 我簡單的一個道理 我舉個例子就是 整個說 有200隻狗衝過來 喂 你怕你走 你賴尿 合理 200隻狗無緣無故衝過來 大哥 個個都害怕 你說你不怕 我說不信 你還餓我都害怕 但是我沒有那麼害怕 是什麼原因 我也害怕 我沒有那麼害怕 是什麼原因 因為我知道這些狗是假的 是假狗 200隻假狗衝過來 我當然沒有那麼害怕 但是衝過來 那個氣勢 你都會擔心 都會有些動搖 很正常 這就是人性 我就沒有可能跟你說 如果我是不會在一個群人裡 肯定跟你說 告訴你 喂 你頂住它 你也頂不到 有沒有搞錯 什麼什麼 我從來都不會說這些 因為這些是人是做不到的 這樣是 只是推翻個責任給你 沒有意思的 我都是盡量做一個方式 就是你怎樣處理它 怎樣去應付它 我自己心想 我自己也曾經有一刻 信念不夠強 就是星期一過一天 我一直都在片段說 我說我自己 都不知道 它是怎樣的 然後星期二我們找到了 然後我就找到一個原因 我們在群人裡說 什麼原因我知道了 所以我就不怕了 那我片段說 是不是不怕 然後我就理大了 然後我就分析了 然後出現那個情況 會怎樣的 然後它就有機會會升 就在那些時間 然後翌日星期三不升 是不是 它就是這樣 我一直都叫大家 你去買 但星期一那天 我都下跌了 那些股票是難看的 我自傳 我知道是不應該自傳 但是我又很怕他們很怕 所以我也有說 是有壓力的 這口是有壓力的 因為我是怕他們 因為你責任別人的 不是說我隨口握不句 你去買吧 我做不出這種事情 你可以說我不厲害 但我做不出這種事情 所以在說話 我也有壓力 變相都說是懷有些 我都說你真的頂不住你就走 我們有錄圖 我寫到 你真的頂不住就走 但我是覺得不應該走 那是確實是這樣 但我有一種不同 另外一種狀態 我一直在群人裡有說 應該兩個星期三個星期前 有說 如果大家都在輸很多錢的時候 大家都在輸很多股票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一個比較有把握的方法 就是把你正在輸的東西 全部一次過股票 我是有建議 有部份股票這樣做的 因為他有時候給我看 他有什麼股票 有些我們就先去股票 沒有理會他 你不要理會他 不知道的 因為你要這麼多二三十隻 我要每一隻都猜中我 黃大仙都未必做到的 所以我們都未必做到的 所以你在這種情況 不如就 你是看到蛋糕 覺得真的很有信心 那些樓底 沒有那些全部股票 變成一塊錢出來 去買什麼 分住去買二百零元 現在你回頭看 這個策略是否可行 是否可行 是否可行 你整件事就是 時間序 你每一隻都要貼住它 如果你三隻都能夠處理 如果你每一隻都能夠處理 大家都有個不同 隔壁的東西還在下跌 昨天也在下跌 不是下跌 不是下跌 是下跌 你不知怎樣去處理 其實你拉回一個平均數下去的時候 其實就等於你買一隻二百零元 基本上只剩下十多元 但是你簡單很多 還有你有信念 知道 我這樣就講 你選股 你選個股 買一ppen 你要或許會有 nigAU 他都要你有一批 你知道一個數字 這點就是有幾個資訊 我經常說 大家就等於我們買而已 就叫做 我一馬 Lite Co 所以我就教大家 ainsi做 那為什麼以往我 就沒有在 我們的影片那裏做 因為以往我自己僱 他自己協ronic 就是我沒有帶過人 我也沒有看到別人的 的 VS 補福利 Bash 於 attachments 所以我就考慮一下 其實這個方法 就可以做 我可以 做 那些股友也有部份賣7200大的快 就說明就不能坐牆 結果現在出來 20000的方向就好了 可以做到 有些股友可能第一次做都沒有信念 我知道他都停了 不要緊 你第一次沒有經驗 你預算了我先試一下 但是你沒有怪自己 現在他能夠追不動 不會 股市什麼時候都有 股市是不停地波幅 你就等他下來 差不多了 就開始用我們黃金的方法分鑽 黃金分鑽法 就很簡單 就是分四鑽 這個是我的行動 辭之二九走了這麼久 我什麼時候又講片 又寫文章的畫片 我都教你這個方法 這是最可以去克服你的性格缺合 分四鑽 當然第一件事你要知道 我找了一個基本位 找了一個基本位之後 我就買第一鑽 然後呢 他跌的時候 其實我都跟你說 跌下來 是好的 跌到10% 5% 你再加住是好的 你才買得多 立即飆上去 你沒有買這麼多 我們 海底撈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的2666 2666也是 說得很誇張的 說得很誇張 說得很誇張 但是真的有的 不是一個 很多個都是這樣的 那些是聽消息的 那些 過了去買了教訓 以後沒有買 不需要買那些股 你有一定的資本 你不需要買那些股 你沒有資本 你去買那些股 你都是輸的 因為你只是一條路 有資本你就給他吃 沒有必要去買那些股 我們這裏不是搞美術女 課心 那 在這種情況下 你之前沒有經驗 但是你接下來你有經驗 你知道 我下一次就跌下來 我就再做 黃金穩住法 A第一柱 跌下去 多少%不要緊 看下一個支持位附近 買第二柱 再跌不買的了 保持著收錢 我買其他東西 如果真的不行 我坐著我不行 然後我等它真的要升上去 我才再買 為什麼呢 因為我第一次買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它會升 好了 我給了一個機會 它跌下去 我再買 應該差不多要升 如果它都不升 是不是看錯了 我就看錯了 我就不買了 沒有道理 你要承認自己會看錯 我都會看錯 誰都會看錯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如果它再跌 沒有了 我就先不動 未必止喘 你知不止喘都可以 你自己到時再立去判斷 再跌下去 如果你覺得它要自信 你自信 你不自信 你要加注 你都等它上回來 超過第二柱 去到第一柱那個位 或者第二柱上跌 你才加第三柱 最好就是第一柱那個位 加第三柱 然後 正常我們預期會升 其實你去到第三柱加的時候 你已經贏了錢 平手來計 然後 如果你覺得它真的會升 你看對它會升 你第一柱那個位 它再升到某個阻力位 穿過你就加 四柱就買完了 整個組合 你說那個平均值 是不是很過華 差不多就是在你第一柱那個位附近 你原本就是市那個位 你上網10% 它就做回10%給你 整件事是這樣 你就是用這個概念去買 你就不會說它飆升 你又沒有貨 跌下來你又不知道怎麼做 是吧 知錯你又還有半手 還有兩柱籌碼在那裡 輸極有個泡 整件事就是這樣 一路講一路教都是用這個方法 就是 你是 要明白這件事 還有人呢 你是不會知道它什麼時候真的跌 你都不會知道 大約就是同一個經驗 好像我這樣 我們都錯了 二十二年 就是要去二萬四千五 有一個反彈 反彈是有反彈的 反彈是2500、2600 又再滾下來 就是沒有想到它派國派得這麼深 這次真的沒有想到 然後那些事情都連綿 連綿 連綿這樣出消息 那這個就 我都有解釋過了 那這個就不再談了 那這個就不再說了 那所以這個是 希望 不要太怪自己 還有後面還有很多機會 那你換一轉的 就拿到這個經驗 下次就剁下去 那個市況那裡 就看得準一點 那還有 我一路由 最初開始教的 六十、三十、十這個打法 你自己要知道 你真是去走這條路 你就會知道 它真是很有用 六十% 就做收息 要有收息的錢 有錢回來 給你三十號倉去賣東西 那些看兩三成的 然後十號倉 就炒一個星期 炒幾天 炒幾天 所以玩一下 過癮一下 那駐馬就在那裡 一切的東西 是靠駐馬來幫你解決問題 而六十號倉 我們也要明白 這個世界上已經沒有什麼長錯 沒有什麼長錯 一定是周期性的 你可以去看回 所有股票都是 你不同時間買進去 跟著你不同時間出來 它那個波幅的差異 是可以很大的 其實就是周期性的 適當的時候 我們就走 強於美股 它都會有跌下來 再上去 這個你是在美股 那些大指數大的公司 如果你買小的公司去做 很多都是跌下來的 這個你要明白 所以不要被指數騙了你 而其實 講真心一下 我看到 大家看過片段的比例 或者很有問我的問題 我覺得大家 其實去看片段 或者去問問題 其實他們是 想偏向學些什麼 試圖學些什麼 學一些技術 人家怎樣可以贏 怎樣可以找到 那些tricky位置 中國人是偏向這個方向 偏向這個方向去想 就是 好像 我玩這個 伯格樂 我就學一下 怎樣看盤路 看一下連裝 怎樣跟裝 又怎樣單跳 學這些 好像那些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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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 靈感 你馬上買了 就馬上給了 一個 就馬上給了 就馬上給了 一個 即是一個 即式的東西 就是偏向這個方向 譬如學技術 那些人會問 三十天線 二十天線 十天線 這些位置 支持偉德 拉一條 下降軌出來 有個支持 就反彈了 會問這些問題 但他們不會問 為什麼 是三十天線 又不是二十天線 三十天線 是一個一個月 一個半月的一個組合 一個一個月的組合 在期指期貨上面 它是可以反轉再反轉 那這裡反轉再反轉 它出來的一個平均值 就有它 一個市場 有部分有心人 做事下去 的時候 它得出來的一個平均值 做給你的支持位 它跟二十天線 和五十天線的意義都不同 這些東西 是沒有什麼人說的 我知道沒有什麼人說 為什麼呢 因為我也看過 我也知道是沒有人說的 這些是我自己去找的 所以 所以 我在群人裏說 炒短炒 你要炒十天線 你不可以看三十天線 就是有很多事情 你不知道 很多事是三十天線出事 我都解釋過 你真的有心學技術 你就要去學到這些位置 你要往下面去理解 特別特別的事情 例如我講RSI的 我都講得很清楚給你聽 但是 是不是真的這樣就行 就是賺了我的錢 其實就不是 其實就不是 其實它只是一些集體意志 反映了市場正在做的事情 然後大家 反映了市場正在做的事情 然後出了一個紀錄 而這個紀錄 是令到市場的 其他的人 都一起往這個方向去走 而你是其中一個 就是我經常講的 你買別人的預期 就不要買自己的預期 你才跟著它走 那些技術指標才會成立 如果不就不成立 是吧 如果那件事是合作的 它就在那裏會有反應 而當那一刻 那個情緒 那一刻大家的意思 或者有一部分有心的人 是不跟這條線做的時候 它就會破位 為什麼它會破位 就是它的意義道理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意思 這個就是技術 但是這樣 你要學很久 你不是單單學 你要去鑽研 你要去鑽研 去裏面 那個底層的意義 成交量 交易量 其實交易量 是最重要的一項 然後好像我們昨天 早上明燈 我不是說 技術鬼看不到的時候 我們就轉向 人的情緒 去考慮人的情緒 會出現什麼狀態 就想人的情緒 他的市場會怎樣走 就好像我們 星期二 我找到結果之後 我們知道他是這樣 那他市場會這樣變化 那我們就找到了 但是其實是難的 都不用勉強去逼自己 有些事情是這樣的 譬如你很擅長煮東西吃 很擅長煮廚 今天講久一點 就是當兄弟 好像當你是煮東西吃 就是煮西廚 你就對西廚 你一直在學法國餐 你學了很多 一直這樣煮下去 你知道他通常有很多變化 你沒有那個過程 你只是看到表面是不懂的 但是你一直研究西廚 你一直有很多變化 到你最後煮出來的時候 你會知道 有些東西撞些什麼不好吃 有些東西撞些什麼好吃 你會知道的 但是你看到人家煮個中廚 即是煮中餐 他又很出城 又煮飯 又煮好吃 為什麼我學不到你 這樣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你是不會學到 這些是精髓的 這些是熬煙 這些是你走下來 你中間經過的東西 不是說你去給一萬八千元上一堂 然後去告訴你 這樣這樣這樣 給你認識 那些 為什麼我不 後來我決定不做這些 因為我覺得幫不了人 因為我走過你 這些是幫不了人的 就浪費 不如你努力點去看片 可能已經有很多人教了 好過你這樣 因為你沒有經歷過 你可以這樣告訴你 是沒用的 你學了也沒用 你學了也沒用 你學了你有問題 你要問 要他回答你才可以 你就會學到東西 但是沒有 所以我就選擇了 我現在走這個方向去做 為什麼我不知道 我是用這個方向去走 我也不是一個最厲害的人 可能有些我都不懂 而且我偏向記性不太好 所以年紀大 我會變得 因為我小時候 喜歡玩的手掌木的人 是吸天冷水 隨便做到我的記性不太好 所以有些可能我都要記住 有些好 很多指標我都是學過的 但是我都不記得 但是指標我都 因為我已經經常用了 所以都開始去看你 但是道理也是這樣 講一個狀態 就是說 你去做這件事 去學這件事 你不是說學到表面就可以 其實你看不到那個變化 你就變成了死根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你是學習這些 你就明白了那個道理 然後你就一邊去玩 一邊去做的時候 你就看到它的變化 原來有時候會合作 原來有時候會合作 哪些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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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可以了 但是其實 你所謂的這些技術分析 你看到 我們是有板有硬 看到的 我們是短炒 我都說過 我都沒有短炒 在群裡面 開始做 Screening 我都會總結的 我總結就是 短炒是有贏的 但是輸為多 我們是輸為多 但是你反過來 用分析 走鑽馬的方法 我們是贏為多 我們有分析片 你可以去我的頻道 去我們的頻道 看我們 這10分鐘分析片 全部有日期的 我們有什麼 2021年 2月16日 就是過年那種時候 分析1919 中段海航 有錢賺 然後落響互動 落響互動 那段時間 就剛剛開始 就沒有錢賺 然後後來回來 給我們 都回來給我們的 因為當時 是從我基本分析的分析 他就給我們 但現在就不搞了 過了 接著 1月 2021年1月底 我那時候 叫分析中海外 分析中海外 你看中海外 現在幾千 接著 中海油 分析過 也有分析過 然後我們還有什麼 寶斯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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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他的配股 講配股 接著我們就 炒 我看他是十倍的 但現在沒有了 過了下來先 他一次過重大 大概都升到過三 三、四倍 接著 有講過時代天使 講過時代天使 告訴你 時代天使 應該值幾千 是叫不要買的 跌下來才買的 跌下來 他有抽箱 也一定是四五成功 他那時候 很有提到我 也說 買得過 後面沒有做 恆大物業 現在將他要收成 我們前年已經收成過幾千 我也是從這個分析 從他這件事件 可能會發生狀態分析 會趕收購 他出來兩次收購 都是假的 但是兩次都標 一次標8元 一次標6、7元 然後 一直拖著 我們就沒有走 其實我們就沒有走 當他停牌的時候 我們說五元一條二 我就說 其實問題就是 如果他升 你就沒什麼想法 他跌下去 你都沒什麼想法 就是他 在那一刻開盤 不是跌 不是升的時候 你就想要不要走 我就選擇了不走 不走就結束到現在 但是現在 我一直都說 他真的很便宜 很便宜 你看6098是怎樣怎樣 我都說 有什麼可能 6098 只有10倍PE 就是泰玩笑 我看到這個東西 大家都看到的時候 道氣一個 馬上就買進去 到098最低位 我不是23元 我不是排不到 升到上去38元 你想想 這裏是多少錢 這裏一定是要緊 這個 騰訊絕對不是他過皮 就是1610 中央街交康 然後我們也有 我們也有說50汽車 有50汽車 元宇宙分析過 叫不要玩 掉下去 掉牌 其實我忘記了我拍這條片 我拍了一條會員片 是說港交錯 所以我試過找不到 原來會員片 有分析片說港交錯值多少錢 叫不要買 現在就要玩 後來我們也有再拍一條說 然後有一個分析銀行 銀行股分析 銀行股 就叫買哪個最好 我說我排賣給你 我選什麼 我選二三八百 我選二三八百最優先 二三八百最多的 然後有一個 NVIDIA NVIDIA我講 之後買 現在就沒有了 以Metalverse的狀態來講 以元宇宙來講 我會選 NVIDIA去做 但是元宇宙都掉下來了 想到底下 我們再買回NVIDIA 是這樣的意思 相當呢 是不是可以升十倍呢 我就保持這個態度是不行的 但是呢 是不是不行呢 又不是完全不行 因為現在的政策 又開始有些事情改變 現在這一刻 不行的 但是呢 它落到差不多 或者這些位置 可以買一點點 放在這裡 不要理會它 我是這樣看 現在又會改變 因為事勢也是會改變 所以 其實 你看回頭 這些分析 分注碼去買 這些東西好像沒有 比這些東西多 是吧 所以 這個是要 考慮 我覺得 你要知道 短炒是純體技術 真的不容易 我都經常看的 經常說不容易 最終其實都是分析 而其實呢 技術呢 是很難幫你去做到 買股票當中最重要的 就是選股 就是選股 最重要 買股票 重點是選股 就是你要上樓的辦法去 選到一隻好的股票 才可以做到 另外再提一提 科技股 之前就說 可能要等遲些 才再買 現在還未是好 但是呢 突然之間 在這個星期 它轉了方向 轉了政策 這裡又不能太過放鬆 回回來 買一點點 先放在這裡 有機會 之後會再爆勝 道理是什麼呢 就要看一件事情 2020年 就爆增長股 傳統股的落後 傳統股的對抗 就是再跌多隻腳 然後走到2021年 中美段 頭段都沒有 但大家都在看 到中美段 就開始升傳統股 傳統股今年 這個年份 都應該是升的 調校聯合科技股 應該就在下個部份 就會升的 所以你在這些時間 去放在這裡 你覺得 你坐得到的 你就坐在那裡 那就不要理會 之後一定會還給你 百分之一 另外 這次整個trend 我們想到的一個狀態 就是 我們開群組的時候 是跌市的 我們選擇 選擇了什麼 選擇了傳統的方法 就是突破去買 但其實不行 其實跌勢 應該是選擇 底部反彈 就是跌得深的 就是OK的 spin之後 買這些反彈 百分之一 百分之一 牛市破頂的格局 就是 反轉 走回正常的 突破 追貨 這樣 波動 應該走回跌勢 那種 就是在波動 選擇底部支撐再上升 就是擋底部有支撐的那些股票去買 就是這樣 這次我總結出來 在群裡面 我會 接下來都會用這些方法 做Screening 我經常都說 做Screening 不同時間 不同時間 不同方法 都會用不同的策略 就是這樣 今天就 講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希望的 可以 希望大家可以 加入我們的群組 我們群組 都可以在這裡 和大家一起 都會在這裡 盡量你有問題 可以問我 我會 盡量 我適應我會教你們 或者討論 而 當然也不太貴 我相對來說 幾便宜 80元 我現在講的這段是廣告 有些人是這樣的 很有趣 他學習是這樣的 他什麼東西都給了錢買 買了一些書 買了一些東西 買了就當是學了 很多這些 其實 什麼都學不到 最後 你比很貴的 是這樣的 你比很便宜的 怎樣也好 其實很重要的是 你自己參與的時候 你要感受到 然後你從你參與當中 去發問問題 而得到得獎 這個其實很重要的 直接灌輸給你 所以我選擇用這個 最笨實的方法 就是這樣做 這個是我自己覺得的 當然我都不是神 也有很多 好橫觀的指數 指標 我都未經全部捨得了 但我能夠share的 我就可以share 而我選擇的 價錢外色這麼便宜 其實都是一個定位問題 我都說 我本身就不是打算盈利 我只是說 想將一些資訊 隔開 由我初初這樣做的時候 由舊片開始做 就這樣做 做完片的時候 而另外一個考慮 就是那時候 我會這樣想 貴的 你又不肯特地付錢 也覺得你走不出第一步 付出不了 我都明白 我都會這樣 如果今天跟我講 看Netflix 要兩塊錢 我就不搞 即是 我現在想到 幾元 80元 OK的 不貴 那就試一下 這樣 我就看 我覺得值得 其實我都有一個想法 是 其實就不需要特別 收得太貴 大家伸手 你就試一下 如果你覺得 我給80元 我可以省到100元 我已經賺了 我不敢說 我可以幫你贏錢 但是我相信 應該可以幫你 輸少些錢 好像我在我的本書上說 大家一起輸少些 就不要這樣 便宜一點 也叫做打開門口 所以如果有興趣 可以試一下 我想說 2022年到2023 2024年 這個時候要好好把握 一生人中 如果你炒股 你可能就是 十次八次 那你十次八次都把握到 你起碼不輸錢 因為買股的人 很多時候都是 在股市升到 中美段的時候 才入市 現在是在股市底部 你入市是最正的 所以在這個狀態下 我覺得 應該沒有這樣把握 自己的時機 把握一個機會 去追回 之後的股市 應該是波動向上 然後再來 就在股市 那兩頭股市頂 我們再看看 如何提早走過 就是這樣 還有也不要太過貪心 也不要想著 買一些太散 什麼股你都買 你只買一隻三八八 你專心買一隻三八八 已經可以在股市頂多了 錢可以不停累積 但只要你有耐性就可以了 或者你要注買比較大的 因為一個週期 可能是兩三個月 那你就要長一點時間 那好吧 今天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 再見